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3个中产党 当然,从今天开始 或是我们之后相当的一段时间 就会变成2个中产党 最主要的原因是中产很离地 徐教授当然要回美国教书 所以他会离开这个节目一会 我们当然不会因为他离开了就不做 所以都会继续努力 我想说两件事 第一件事,我其实很想让他上去 不然我会介意 第二件事,我也尽量希望 在可能的情况之下 也会找一些嘉宾来 去创一创场面 让我们不用说这么多话 但今个星期,我们这一节可能会特别抽前 其实我们徐教授临离开之前 我们都已经录了一些节目 围炎 但问题就是,今天有一个题目 我觉得真的很新鲜滚烈 我们看看可否可以排到前面 就是这个长者忠援 被延后领取年龄事件 这件事我自己觉得可以分开 因为有太多话说了 我们会特别分开成两个层面 我们这一节主要是说什么呢 就是说政治层面 就是不要说内容 不要说内容 不要说内容 不要说内容有多惨 不要说林郑 究竟做这件事有这么不近人情 先讨论一下整个事件的过程 这件事很简单 就是我们说 突然间政府宣布 2月1日开始 所有60岁至64岁的老人家 不可以再申请老人中援 他们不可以申请老人中援 意思是,他们可以申请一般中援 但一般中援和老人中援 就差一千元 当然,其实很简单 在香港上全世界政治都是这样 你加一些东西就没什么人是介意的 但你减一些东西就个个都会吵 当然了,那些建制派 那些泛民那些出来指责 在那里吵 刚好林郑就搞了一个 因为现在有定期的小答问大会 搞了一个答问大会 当然议员就问了 他在容海恩问他 你会不会收回这个议案的时候 是忍不住的 其实我也不觉得忍不住的 直接向这个建制派宣战 他说,你们有份赞成的 我听到这个,我其实是呆了 因为从来在政府 投票纪录是不会拿出来说的 甚至是整个时事评论界的共识 如果你是有头有面的时事评论员 不像我这些,就是在网上的游泳 你其实不会去找那些投票纪录去讨论 因为一,找投票纪录是很麻烦的 要花时间 如期花时间,不如我凭个印象 说谁好谁不好就算了 第二,这一件事是共识 其实在立法院里面 无论建制还是泛民 做事都是泥有污的 现在你林郑撮了投票纪录出来说 他现在不是得罪泛民那么简单 他是跟建制派说 那份财政预算案,我们写了的 你写了投赞成,你没看清楚了 现在这件事就爆发出来 先问周英大使你怎么看 我的看法就是,其实投票纪录你说的不重要 但是不知为何在近一年多 年多两年 是很多人说投票纪录 你当然是一个最前掌作 我不是最初,但我自己很自豪就是发扬光大 但我不会亂面上贴近我 我觉得林郑不是抄我的轎 当然,其实原因可能有她考虑 她是抄你的轎 她不是抄你的,抄你们这班人 近来投票纪录 她是在这一年多以来炒越了 她才想到,当然是否知道 才突然说出来 不是很突然的 其实现在泛民也有很多醒觉者 不然这样去捉 原来这件事都不是团团团 其实以前都有捉投票纪录 但通常都是捉什么呢 你建制派是否曾经支持过这件事 或者泛民曾经支持或反对过这件事 他不会去想一样 你投完这件事不单表达了立场 你还在承担恶果 现在林郑从来都没有想过 林郑会骂建制派 而骂建制派是有一个投票纪录 林郑应该已经不满了你们建制派 太差了 终于忍不住 因为林郑 我觉得她有一个 她是进步了很快 她是一个聪明人 由她参选特首到现在 其实她个人是进步了很多 她进步了很多 但问题有一件事 她始终的港女集成是脱不了 她忍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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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本就是你们班人废 你还要我容忍你 是没错 港女是这样的 她在政治上是很差 不得政府心 但香港有哪个女政要 或者女政客不是这样 葉劉薇是这样的 鄭若驊也是这样的 每个人都是这样的 在外国 就算我不喜欢蔡英文 蔡英文她也有政府 她知道分传 不会那么不抵得 不会那么港女突然爆出来 你问我 就算有佩林这些 政府也比香港的港女政客 就算佩林胡说话 她有些时候都知道 有些事情不应该 你知道港女真的是一种特殊 很难堆回 这些政别歧视 是迟早被我们的网友狂闹 但我先说回前面 有很多人把焦点集中 在林郑怎么不近人情 这件事是怎样不知 但我是比较正面看这件事 因为很简单 林郑说什么 我们的东西都印在财政预算案上 你们看了 还贊成 即是你承认了财政预算案 如果你觉得有问题 那当天你投什么票 这个是什么 其实就是 有很多的三流评论员 你这样破坏了行政立法关系 日后那些议员 就会查清楚你每一条条例 逐一条跟你抓 然后我心想 做议员不是应该这样吗 我就是这个三流评论 我做了一个建制派 我做当然是一个三流评论 不是建制派 而是泛民也是这样想的 那问题就是 你行政长官 那些人是很差的 但你就是希望一个差的立法会 你大时什么都过得到 真正 是你两句给你丟两句 于是我们都过得到 你又爬爬爬 我又爬爬爬 那就算了 你是作为一个市民的立场 你希望一个这样的行政长官 去夹到你的立法会 对 一个这样的港狼 但我就是作为一个 建制派 也不像一个 泛民也是这样 其实一个 就是 我就是看你的东西高不高 就是觉得 你自己拿私上身 没错 你哪有这么重的 你这个作党女 喂 大佬 那些资议议员是废的 你现在逼她做事 不就是 你逼她们跟你作队 就是 本来你已经控制 你强势特首控制 你很快就变弱势 变鸭鸭 你两句就算了 扯了他就算了 我就同意 是有些不致的 如果是这样的角度来说 但我想林郑也有个想法 到时候你又是中联办 你也会跪下 还有就是 泛民 我怕你会准备飞 是的 你一调回来说 我从来未试过 因为林郑上任之后拍手 我今次真的拍手 你民主党又是 是的 我拍手的原因就是 你民主党又是会请我 现在搞这些路路 才决定不请 但问题是什么 问题就是 现在他和你那些立法会议员说 是的 我就是不怕你们 逐条抽情我 我就看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时间和能力 去挑战我这个政策 我一个人读书 读赢你70个 是的 我一个人读书赢你70个 喂 他已经将整体香港的议政质数提高 喂 你说 如果两边都是叻人 关系从来都不会好 因为问题就是大家都觉得自己对 大家都各司其法 去令到件事真理越辨越明 喂 现在不是向这个方向做 所以我自己第一样 我觉得很猜疑 林郑你竟然向这个建制派挑剔 而你向建制派挑剔的同时 你提高了自己的要求 因为下次去审核这个财政议算案的时候 就个个都会逐条逐条去看 我很反论你的意见 为什么呢 他绝对没有提高的意见 因为现在是一个未来的 你现在是这样的 是几度提高 是几度提高 但可能他也都心里面很自信 你这些人难道会努力吗 另外当然 很悲哀的地方是什么呢 就是在这件事发生了之后 你都知道一定是有很多Spin Doctor 那些泛民的媒体就是个个都说 你们民建联全部有份赞成 当日这个财政议書案 你们要有份什么 他们棄权 问题是什么呢 先不要说民主党七席全线棄权 更加重要就是有三席 莫乃光、梁继昌和李国伦去投赞成票 但大部分棄权 这些就摆明是五十步笑八步 但五十步笑八步 那五十步的确是可以笑八步 我棄权你投赞成 我这样说 牵涉为何我会拿出这件事 其实都不是大多数 因为贊成家棄权比反对 反对有九票 贊成有七票 有三票就贊成 还有几票是没有投票的 包括这个阳岳橋 这些可能是稍后再说 因为最近有一个左交代表 就叫梁启治 当然现在有灾难性的结果 林郑拿过投票结果出来说 原来不是每个泛民都有投反对票 他就尝试去为这班泛民 我讨厌 因为当林郑尝试去把议政水平提高 他就尝试去按下它 第一个概念是什么 其实在这个立法会的财政预算案表决 弃权等于反对 弃权等于反对的意思是 因为他一定要人数的过半通过 才可以通过到法案 如果你投了弃权 其实你不是就是加大了反对份量 我明白 有两个问题 我需要问你 我觉得 我批评一下你 做一个评论员的风格 我很欣赏你做一个评论员 一些很少的小事都留下 但是麻烦你可不可以解释 谁是梁启治 梁启治 其实很难告诉你 他以前在中文大学做 然后就离开了 我们常常知道不同界别 有不同的KOL 梁启治是一个左交KOL 因为他常常为新移民说行 他常常说新移民其实他不是很怎样住公屋 最经典就是说 搜索过了 其实七年以下的新移民住公屋 比率是比我们上最低的 我看过他写很多这些东西 他有些很有水平 他有些很有水平 所以才说到以后 但是我说了 你不要太担心了 他算是一个人物 说话都算可以的 我也有看他的文章 但我不想拉那么远说 总之有人说 他提出了 那么弃权就是反对 因为他的效果是什么 我再说第二件 先给你一次批评 第二件是什么 他说有些人缺席 那缺席是什么 如果那个议案加上缺席的人 就可以成功否决的话 那些人才有责任 现在不是 有一些议员 因为他缺席去了外国游说政客 效果是比他在议会 投反对票更加大 我们要看清楚他们究竟 不投票是做了什么 我们才去骂他 现在这个就是他的立论 第一就是 我真的看不出气权和反对 是没有分别 如果是没有分别 就不会叫气权和反对 我真的完全正确 这个是什么理由 他其实的概念就是 他用一个正常议会的角度去看 正常议会 如果你救票去反对一个议案 那有些人反对有些人是气权 因为气权的人会觉得 可能那件事 其实有些好有些不好 那财政预算案有些好有些不好 所以我们就是气权 我心想 如果这样 所有意外永远都有些好 有些不好 那你永远都可以气权 基本上大家不用投反对票 是的 所有东西都是有好有不好 那你便借得气权和财政 借得气权和财政 不需要有反对票 因为那个反对和气权是一种表态 是 这个才是最重要 因为你一定都反对不到台政预算案 我记得很多年前 几年前 我看见 佔中的杀林寺 写过一篇论 他说 佔中是没有用的 你还要证明你是奸我 你强奸我都要反抗 我都要反抗 你不要强奸我都要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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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他写过一篇 参加佔中的人都是这样说的 就算失败都是一种表态 就算游行没有用都是一种表态 问题就是那些人是同一班 但是为什么会去到立法的成票 为什么会去到立法的成票 为什么逻辑突然变了 这个逻辑 尤其是根本没有机会 可以成功推翻这个财政预算案 你有什么理由不用反对票去表态 你强奸的意思就是 你连表态的男人都放弃 我忘记了一句话 其实投泛民的意思就是要你表态 即是投泛民本身也要表态 现在阿爺整个力了 我们很憎中央政府 很憎港共同志 很多泛民支持 我之前也要表态 我投泛民就是很憎恨你们建政 很憎中央政府 很憎恨你们那份 但我没有办法 我都要表态和强奸 但这班人说 其实政府也有好又不好 我们就不要全投反对票 那我就棄权了 那我心想 下次选举的时候 建制也有人好 有人不好 那我就投回建制位 或者不投票 他们这么说 他们投的那个人 就只需要在街上说一说 就反对 就不需要在议会做那样反对的事情 口头说反对就可以了 但投票就不用反对 投票不错 这是很相反的 第二样当然 就是他说 他不投票 他可能去了做一些更加有意义的事情 我讲两个地方 第一样 我不变得你去了美国游说完 那些政府之后 有什么意义可言 那些意义是你任趋的 你投票就实在了 我知道 起来有个投票纪录 我就知道你投了一票 但你说我因为一些更远大的事情 所以就不投票 我觉得是这样 我同意他的说法 只有一个情况就是 如果是这样的 不如把全部的民主派 立法委员 直接长期在美国游戏 那便很有意义 既然美国那么有意义 不如长住在华盛顿 在华盛顿 每天都敲门 每天都敲门 这有意义 那为何向我投票 留下 另外一件事 但问题就是 以楊岳桥作例子 他有很多次不投票 他不是每次都去了美国 那张超学没有投票 他又去了哪 他在电视看什么 这就牵涉到最近另一件事 就是说他自己提了私人草案 去收紧单程证 但他结果 就发觉原来自己忘记了下去 才可以推动这个议案 被人取消了议案 即你连那件事坏了 你都可以帮据去说项 我经常都说这个世界有什么工 又迟到又早退 你终于不上班都可以 然后人们还会跟你说 喂 你呀 起码都帮我霸住了个位置 你没有令到更加坏的人 坐在这个位置上班 所以你只坐在那里 你已经值得每个月 九万多十万元一个月 我心想想 有什么工可以好着数 而且不是很悲哀 你听我说 有阻碍阻碍 你不是容易选到吗 他都可以容易选到 但问题是 他现在自我用这个理由 去做阻碍阻碍 为什么我不选你选他 因为他是最大机会当选 所以我们要容忍他懒惰 容忍他抗攻 所以我觉得林郑是相当之好 林郑现在做的方法就是 我把所有蛇王的人都踢爆了 其实很多人很争论 因为搞乱了 以前的立法会就是 你又生气 我又生气 大家都是表达立场就算了 现在不是 原来表达立场也要付出代价 这件事我是看得很爽 那就要看他们算不算到 是 那当然 其实我也觉得是会算到 那就是 那就是 香港的选民就是 愿意去选一些 你觉得偷懒不上班 或者做些无谓事 而不投票都觉得是值得的人 那是 我们要尊重民主的制度 不是 我这么说 应该在选一刻 他就算不知道 那个人是做不做的 选一刻 很多人都知道 那个人是蠢的 现在整个立法会有70个议员 我觉得都应该有 没有65个 也有60个 是不可以选 是 但是我觉得 我不是和那些泛民有些相似 我只是告诉别人 你们就是偷拿 你们就是废 而林郑是以特首来说 所以这个地方就是很暢快 好 这一节讲到这里